歡迎收看股市群英會 那麼這個行情當中所感受到 今天又再度是一個比較壓力沉重的一天 收盤下跌了95點 來到8377點 倒是量的部分是來到762億元 其中過去呢 在心情中所看壞的瓶蓋類股表現 依然還是相當相當的弱勢 不只在瓶蓋類股身上 幾乎包含在過去比較強勢的股票 也紛紛有些轉入的跡象 接下來到底該如何觀察 馬上為您邀請到信杰兄 信杰兄你好 書先生好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晚安 是 信杰兄接下來的行情該如何看呢 我想其實所有我們股市群會的 忠實觀眾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從整個之前在低檔 在整個7800點 在過年前 全市場一片恐慌悲觀的時候 我們當時在低檔是獨牌綜藝 在7800點告訴各大眾 權力做多 因為7800點以下是之前的底部區 對不對 那我想為什麼當時看好在7800的原因裡 我們在之前一月中旬 不管是在節目當中 或者在FB股市群會裡面 所PO的文章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這裡就不當費太多時間多講 那特投資後你很清楚的知道 來 導播可以的話幫我們帶一下 有沒有 之前在整個7800點以下 全市場只有信杰老師我 敢在節目當中 一而再再而三 非常堅持地告訴你 選後總統大選完 一定都會大漲 嘎空一波再說對不對 然後在整個之前7800點以下 我說割頭之後 你自己回過來想一想 有時候真的不要被外資的買賣超 不要被外資在期貨的一個多空單 的一個什麼表象所蒙騙的 我說如果就你在看外資的 期貨的買賣多空單 期貨的現貨的買賣超在做股票投資之後 你還是很容易在股票市場犯了一個叫做追高殺低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毛病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相信其實在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尤其在整個過去這一個多月 外資在期貨大買超 在期貨之前多大多單 整個多單最多高達一度高達5.6萬口 對不對 那甚至外資當時在整個現貨這邊 在8800點沿路都是大買超 可是我記得我們在之前為什麼跟投資講 7800點的時候 為什麼當時你不敢做多 對不對 因為當時你看到國際股市在跌 因為當時在7800點 你看到外資天天在賣股票 賣到下的你都什麼 根本不敢賣股票 下的所有市場上的專家 所有市場上90%的投資 都覺得台股要跌破低點 要破7200下去 但是只有告訴你 這個盤7200不會破 而且這裡就是底部 會在過完年之後怎麼樣 直接嘎空 一波直接嘎到多少 8800上下 連線上下附近再說 好 等到整個過去 從整個過完年之後 到整個三月中旬 那一個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 整個大盤加捲指數 真的一路看回不回 真的一路從整個7800 一路嘎空 嘎空 嘎空 嘎到哪邊 嘎到8800點的時候 好 到8800點 我們那時候從7800 一路做多到8800 好 等到來到8800 市場上大部分的專家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看到國際股市漲上來的 看到外資在8800點 哇 動不動一天就買100多億的台股 看到外資當時在台子結合多單 動不動至少都維持在4萬多口 甚至多的時候 可以來到5萬多口的台子結合多單 全市場都在8800開始翻多 全市場都在8800開始看多的時候 我想我們當時在一個多月前 領先市場跟頭之後講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連線之上 對不對 指數高點已經有限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當時在8800點 我們領先市場獨牌綜藝 你看再度是領先市場 7800做多已經是領先市場了 8800反手出多單 反手放空 再度又是領先市場 我們看空原理 這邊都講得很清楚 GDP為負 今天不是主機不公佈了嗎 負0.84嘛 這個我都事先告訴你了嘛 對不對 不會因為等到今天4月底 很多人會說 因為是GDP的關係 所以台股今天大跌 對不對 那你GDP是負數 難道你是今天才會知道嗎 對不對 其實這個早就在之前 3月中旬就知道了 甚至我們當時為什麼在 過去這一個多月來 我說為什麼台股漲不動 管你國際股市怎麼漲 管你外資怎麼樣買超 管你外資在台子期有多少的多單 為什麼台股漲不上去的原因 你有在那邊 我們講過了嘛 因為你要有一個叫做 最專業的 產業結構的一個分析 這個太重要了 我說如果這一波 電子股指數漲不動了 對不對 所有電子股佔的全值 佔台股的全值高達50%以上 等於是5 60%都是在電子股的身上 那如果電子股漲不動 你現在回過來看 電子股指數早在一個半月前 有沒有 3月中旬 電子股指數 就漸到整個波段高點 沿路 你看電子股指數 沿路的在幹嘛 這個叫盤跌 這盤跌在走空 對不對 也因為盤跌 我講過盤跌是最可怕的 會跌得到你不知不覺 對 跌得到你沒有什麼 你會沒有戒心 跌得到你的手上的股票 這樣子慢慢緩跌緩跌 但是跌得到你手上的股票 今天你回過來看 你的成本越來越遠 對不對 我說盤跌最可怕的就是在這邊 跌得到你不知不覺 那你看電子股指數沿路在盤跌 請問大盤家群指數怎麼會長得上去 那電子股指數為什麼過去這段時間會盤跌 你看我們全部都是領先市場告訴你 在跌什麼 電子股指數為什麼盤跌 第一個主跌族群在哪邊 也就是我們過去這一個多月來 帶著我們家族成員 帶著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全力放空的是什麼 主空的標的叫做瓶蓋股 你看到今天為止 還多擋著瓶蓋股在破底 就算盤結束今天為什麼跌95點 為什麼還一根中長黑下去 不是因為台積電的鴻海 台積電鴻海也算是 也算是瓶蓋股吧 對不對 瓶蓋股太陽能網通 你看那些光通訊 如果導播可以的話 幫我們帶下4979的 華星光的分時走勢圖 對不對 或是K線圖就很清楚 你看今天又殺中長黑 來看K線圖 來 破底 今天有沒有看到 稍微放大點 整個沿路盤跌走空 到今天華星光還在破底 這不是光通訊嗎 對 3234的光環 就算工具第一季 公布第一季的財報很好又如何 你有沒有發覺 高興真的只要幾天就好 只要第二季財報不好股票 反彈完 你看這兩天 光環今天有沒有看到 收盤收在多少 78塊半破底 繼續破底下去 對不對 都是在疊這些族群 對不對 那少數能夠做多的 我之前講過 這個我們待會有時間 再來談到這一塊 好 那我說 如果平概股這一波 沿路在走空下來過程當中 我們是很清楚的明白跟頭怎麼講 你怎麼走的 對不對 因為電子股長不動 而且我們特別的 在過去這一個多禮拜來 甚至在昨天 還在節目中跟頭中講這個東西 來導播這邊稍微放大 我說電子股指數 昨天是一根長黑破季線 這個長黑破季線代表什麼意思 有沒有看到 停損的慢壓會逐步的交動 而且當整個電子股指數破季線 或者今天大盤加捲時 是直接跳空破季線 你要小心的是怎麼樣 法人 法人會有一個什麼 程式交易 大家都知道 如果跌破季線 全市場都知道 這個叫做中空格局確定 那中空格局至少是確定的過程當中 法人的程式交易單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會有一個叫做停損停益的賣壓會出動 一定是不計價的站在賣方操作 一定是不計價的站在賣方操作 對不對 所以那談到整個電子股這邊 你會發覺今天 不管你說因為是美國股市 昨天跌210點 美國的那是打費城半導體 都已經跌破月線 也是要直逼季線的 這代表國際股市 其實也都在回檔整理了 這個我都已經告訴你 國際股市也差不多要整理了 對不對 好 那回過來你看 今天的電子股指數 有沒有看到 是直接昨天一根長黑下去 今天又直接跳空 差一根中長黑下來 那我請問投資 電子股還在跌 電子股還在跌 指數你覺得會大漲嗎 你覺得大盤加捲指數 這個指數漲得動嗎 對不對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好 那既然指數 一個漲不動的過程當中 那電子股指數 為什麼今天還在跌 還在殺中長黑 如果打播可以的話 幫我們帶一下 2330台積電的分子走勢圖 甚至K線圖 對不對 這個就很清楚 你會發覺台積電 今天是直接開地走地 甚至我們看一下台積電 來稍微放大 昨天台積電 我昨天在FB股市群運動 的文章裡面就講過了 台積電 昨天一根長黑已經打到季線 已經離前破的低點 152塊半只差一檔 那如果台積電再破底下去 你要小心 你真的要小心 連台積電如果都撐不住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 來 你看 投資人會看到 連台積電今天都直接跳空破季線 對 今天台積電都直接跳空破季線 來看一下導播幫我們帶下2317的紅海 紅海今天有沒有直接跳空 也是破季線 也是直接開地走地 收在相對低檔 那這個台積裡面 十大全池股裡面 不要說十大全池股 台積裡面前三大全池股 一支就台積電 一支就紅海 兩支已經倒地了 兩支股票 這兩支大的全池股已經倒地了 請問個頭吃朋友 你要大盤指數轉到哪邊去 當然 今天直接開地走地 稍微就長黑給你 很多人看到今天開地 以為又怎麼樣 開地會走高去強烈板 馬上讓你踢到鐵板 今天直接送你 再送你一根中長黑下來 對不對 整個大盤家群指數是跌破季線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也許之前滿手多單投資朋友 滿手股票投資朋友 滿手天天在喊多的專家 可能還在寄予唯一的希望是 外資都還在做多 不管在期限外資再多多 那會不會靠以後看外資 撐起台股的一片墊 我想不僅外資昨天 大家都知道 期貨砍了一萬六千口多單 現貨砍了六十四億 今天最新的數據 我相信剛剛其實 現在有沒有看到 三地查清台已經可以投資 最新的數據 數據出來 外資今天再減多單 我看外資今天 期貨再減多單 現貨我覺得 應該也是站在賣方 那如果 這個 其實你不用等到盤後 這個我記得我在今天盤中 我在跟蘇賢連線的時候 我就跟投資朋友分享一個 我的個人的看盤指標 提供給你做參考 我不敢說我一定都是對的 但是至少我提供給你的看法 給你參考 至少過去這段時間你很清楚 七千八誰敢叫你做多 全市場只有敢叫你做多 八千八百點 誰敢告訴你 說你要放空 只有信解老師我告訴你 堅持放空下去 對不對 空什麼 就是空平蓋股 對不對 其次光通訊加太陽人 其次光通訊加太陽人 好那我說這個 盤中我跟蘇賢連線的時候 我就跟投資朋友講 我認為今天外資 仍然還是站在賣方 而且已經開始要連續站在賣方 提防外資準備當落跑新娘 原因有詐變 這兩支股票 台積電 紅海在破線領跌 對你剛剛也看到了 台積電跟紅海都破季線 但是破季線 如果台積電跟紅海破季線 是假跌破 我今天要拉上來 那沒問題 但是你看今天的台積電 幾乎都是開低走低在盤下 彈都彈不太上來 紅海今天是開低走低都在盤下彈不上來 這兩支股票就倒了 短期間這兩檔股票就倒掉了 這兩檔股票已經沒有高點了 不僅這兩檔股票沒有高點 今天還在破底 這才叫做最專業的結構性的分析 外資是開始小心 改當什麼 來導播這邊稍微放大 改當落跑新娘 如果外資開始反手呢 如果唯一這段時間 能夠讓你唯一的希望 外資撐起一片天的外資 台股一片天的外資 如果外資開始翻臉呢 開始當落跑新娘呢 我不曉得 滿手股票的投資朋友 我不曉得 還在這邊一例偏多的專家 或投資朋友們 請你拿什麼理由 再讓自己這邊偏多下去 當然各股有各股的路 我是第一個我先針對大盤指數 對不對 也許 昨天之前 也許前天之前 你可以告訴我 老師外資還在做多 所以我跟著外資的腳步 那我想請問各位投資 外資翻臉了 那你應該也要跟著翻臉吧 外資翻臉了 你應該也要跟著翻臉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看法沒有改變 這個盤不用懷疑 趨勢就是往下 當然有時候趨勢往下 跌升會有反彈嘛 但是這個反彈 你仍然要小心 反彈你仍然要 好好檢視手上股票 甚至 我想過去這一個多月來 其他專家 在嚴重套勞賠錢 我們還是可以幫我們家族成員賺錢 我不介意當這個壞人 至少幫到我的家族成員 至少我幫到各位親愛投資朋友 趨急避兇 避開風險 甚至還可以再過去這段時間 還可以 不管做多或做空賺到錢 我不介意 那我直接跟你講 你一定要好好沿控自己持股比率 好也因為整個大盤加捲指數 今天破季線 我想我記得之前跟投資者講的 這一檔 我說第二季台股一定就是殺 那第二季台股殺 有一檔股票你閉著眼睛滿 一定會漲 我當時跟你講 如果台股跌個500點下去 那現在是快跌500了 8840到今天8366點 不是跌快500了嗎 還沒跌完 等著看不只跌500點的這個盤 那如果大盤加捲指數往下跌 我說閉著眼睛買它一定會賺錢的 我記得那時候告訴你的這檔水網上流 對不對 我說等到水網上流 如果來到季線 我直接會在節目當中跟你公開答案 公佈答案 這檔就是T50反1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盤加捲 就是T50的什麼 0050的什麼 台灣50的一個什麼 反向單 這個8800點 我們在相對高檔 從我們看空之後 在這邊 第一檔區買進避險到今天為止 那我相信 到至少到目前為止 你不覺得 你跟著姓杰老師腳步 你是賺錢的 好那你說除了整個T50反1 大家都知道那個波動度 可能沒有那麼大 是穩穩的 至少在過去這段時間 做多人家可能做多在套牢賠錢 我們至少我帶你做多買進T50反1 你可以賺得到錢的 除了這個標的之外 我也講過了 那很多投資說 老師有賺那麼快嗎 對不對 這個竟然趨勢是往下 你是對的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利用你這個趨勢看對 然後來幫助我們各個投資朋友 來幫助我們這些投資朋友 能夠在股票上賺快一點的錢 因為我相信投資都可以認同 國標指定為什麼 就是看誰看對行情 看誰行情做對動作 做對方向的人 贏者全拿 看對行情做對方向 做對動作的人怎麼樣 就是少數的大贏家 那怎麼做會比較快 所以我是不是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跟投資講 如果這盤是往下跌 針對整個大盤加捲指數 你可不可以做避險放空 可以嗎 這趨勢就是往下 趨勢到目前為止 今天指數破底 代表我們過去這段時間 帶你避險放空的 這個策略是對的 是贏家 是可以賺得到錢的 那我們說如果針對指數這邊的避險放空 你可不可以透過我們的軟體指標 對不對 然後針對整個在大財富的操作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大獲全勝 針對整個大財富的操作 你看光最近 光昨天 整整個8600點灌下來過程當中 你看從事實 我也不要說今天盤中最高漲到多少 我平在多少點我就告訴你我在多少點 我今天全部 來今天我全部獲利回復 針對大財富操作我今天全力回復 那有沒有發覺如果你透過軟體指標 昨天 這是昨天 40到103這樣幾倍 這樣翻幾倍 1.5倍 我們扣掉本金 對不對 40漲到103漲63點 40點漲63點 算起了10點1.5倍 那1.5倍代表是什麼含義 10萬你就變成多少 25萬 10萬賺45萬嘛 20萬你試就變成多少 20萬賺1.5倍賺多少 賺30嘛 20就變成50萬了嘛 所以為什麼在過去這段時間一直跟投車講 只要你能夠掌握到關鍵轉折點 你要在股票上的小錢變正大錢 絕對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對不對 而且我們不是只有這次對 你看過去這幾次的帶你的公開操作 給你提示的操作 過去的因為時間關係 我不浪費太多時間 再拿過去的績效拿出來講嘛 對不對你也很清楚嘛 那我說談到這一波的大財富操作 來你看老師 眼鏡頭之後看到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是寫70到103 你不是寫40到103 那很簡單 我就很坦白告訴你嘛 這次很快 我們沒有空到 我們這次的大財富沒有空到那麼漂亮 我坦白講 空了還不夠漂亮 雖然太賺錢 大概在70點附近 好但是雖然空的不夠漂亮 這邊也跟我們所有的大財富的家族成員說聲抱歉 這次空了不夠漂亮 這樣子賺的不夠多 空的不夠漂亮 賺的不夠多 真的跟我們的家族成員說聲抱歉 但是從70到 來 到103 這兩天也有40幾%吧 可以吧 好這次雖然空的不夠漂亮 那重點來了 代表我們這波趨勢是對的 接下來該怎麼做 接下來該怎麼做會再撞下去 所以針對大財富的操作 反彈 我今天全部回補 好 那代表我可能在下禮拜會有新的動作 新的部位來操作 反彈仍然是找新的空點 好 所以過去這段時間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想這一波 整個大盤加全指數過去這一個半月以來 指數就是這樣子跌 完全全被我們印中 而且我們不是瞎媽碰到死老鼠跟他丟一回 7800全力帶你做多到8800 8800全市場唯有有告訴你 對不對 這一波就是要往下跌 而且還沒有跌完 其實我之前在這邊 我會在我們的家族成員的盤後傳承稿 告訴我們家族 這一波應該要跌到哪邊 那如果這個牌還沒有跌完 我希望下個禮拜 有時候短線跌升一下反彈嗎 那如果下個禮拜有個這個跌升反彈 我覺得是皆大歡喜 讓手上有多大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少賠一些 有好的價位可以趕快逃命 那我希望下個禮拜有反彈 他可以讓我們的家族成員 空單回補之後未來反彈 再來找新的空點 我希望下個禮拜如果有反彈 他可以讓現在我特別開放10個名額 這個針對大財富的體驗活動 我特別開放10個名額 讓你現在可以跟 只要跟我們縣上福恩聯絡 參加我們今天的 大財富的體驗活動的投資朋友 下個禮拜反彈上來 有更好的出手點 讓各頭之後都可以在股票市場 小錢變大成 少則五成多則倍數翻了一個機會 好不好 我想如果這個大財富的操作活動 你有興趣的 你想進來體驗看看投資後 你現在趕緊跟我們縣上福恩保持 待會兒我們再登對個股 做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好不好 謝謝 好 非常謝謝信杰兄 股市群會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9933 這高度最舒服 這是恆溫材質 給您最好的睡眠溫度 還會震動按摩 想不到床也可以這麼享受 媽 讓我和這張床一起孝順你 那你要買一張好好照顧你自己 床的世界電動調整床 只要岳父三間親 二十六指尖最可愛的冒險啟動 不甘心從獨多人激動超熱血 獨撞山擺變造型超可愛 不平凡公共蒸法唯我獨尊超厲害 一起上載冒險王 誰是你 POWER POWERBOWER 寵愛媽咪 30到5月3號 高雄國際珠寶展 高貴不貴 免費參觀 母親 愛啟花 山茶花 鑽石表 我阿嬤都打得比好 不叫你阿嬤來啊 餓了嗎 來跟Snickers吧 好點了嗎 嗯 有POWER了 餓了 來跟Snickers 去你的惡 挺你的英雄 4月27 漫威影業美國隊長3 英雄內戰 你挺哪一方 上網選陣營 多項大獎等你拿 母親 愛啟花山茶花鑽石表 二十六指尖最可愛的冒險啟動 不甘心從獨多人激動超熱血 獨撞山擺變造型超可愛 不平凡公共蒸法唯我獨尊超厲害 一起上載冒險王 歡迎鎖定股市巡迷 保護自由時間 我想在各股部分的操作 我相信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一波頂碟的就在整個屏概股 而且是輪跌對不對 從之前的 你看我之前在整個3月下旬的時候 第一檔帶領方空的屏概股 如果導播可以的話 幫我們帶下二四七四可成的一個 K線圖的話就很清楚 當時我也是在公開節目當中 兩百七十幾 在整個可成開放資訊的時候 兩百七十幾 但你開始放空下來 你看今天可成都已經跌到兩百 兩百二十幾塊下去對不對 那談到整個瓶蓋股 我想為什麼這個瓶蓋股 在整個前天公佈財報 我說利空還沒有出現 原因理由 這個我不浪費太多時間多講 因為我在前幾天的節目裡面 以及在FB股市請問裡面所PO的文章 我都顯清楚 瓶蓋股利空絕對沒有出現 那我想你回過來看一個東西 我今天只要跟你表達的是 如果這個叫Apple 蘋果的股價 蘋果的股價昨天收在這邊 94.83美元 對 前低92.39 你看蘋果的股價都快破底了 我只想問投資朋友 如果萬一蘋果破底怎麼辦 如果蘋果破底怎麼辦 如果蘋果破底你覺得瓶蓋股該怎麼辦 還會不會再繼續跌下去 這個就是很重要 如果蘋果破底的話 你覺得台灣的瓶蓋股 會不會繼續崩跌下去 那如果台灣的瓶蓋股 萬一蘋果破底 台灣的瓶蓋股繼續崩跌下去的話 你覺得台灣的加權指數 今天的8370幾點 撐得住嗎 守得住嗎 我這邊就提供給你做個參考 所以談到整個瓶蓋股 從之前的可乘 到整個GIS 這也是公開告訴你 115放空 108加空 你有沒有發覺 夜城今天跌到這邊 85塊附近 也快破底了 有沒有看到快破底了 那你回過來看一個東西 這個大盤加權指數 跟個股都一樣 你看之前在這邊 橫盤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跌很快 那你有沒有發覺 當這邊跌破季線之後 正式跌破季線 有沒有看到 GIS最近的跌勢是加快的 有沒有看到 GIS的跌勢是加快的 瑞儀也是一樣 之前也是盤在這邊 跌破季線之後 盤了幾天之後 有沒有看到最近 是一個急跌段下去 對不對 因為當股票跌破季線之後 你會發覺這件事情 大家看得懂的之後 那個跌勢就會怎麼加快 就好像大盤加權指數 就好像電子股指數 就好像台積電鴻海一樣 跌破季線之後 大家都看到 當然是跌勢就是 開始加快下去了 所以包含在之前 跟你講的匯專科 盤一盤之後 你會發覺 這邊跌破季線 你看過去這一個禮拜 那個跌勢就加快下去了 所以回怪如果在這個 平蓋股裡面紅準 我在昨天跟你講 這個才剛破季線 那如果跌破季線 季線沒辦法站回去 未來的紅準的跌勢 會不會加快 你要拭目以待 會不會這邊紅準 離前波低點還這麼遠 現在才剛破季線 未來會不會補跌 急跌下去 我想你要特別注意 這是在整個平蓋股 我認為你還是要特別小心 那少數這邊 這邊可以偏多一些股票 我想第一個 針對整個在電動車這邊 我想今天的電動車股票 如果導播可以幫我們帶下 1536的核大 今天是殺聲濃濃 盤中殺點殺到跌停板 3665的一個F冒連 今天是什麼 殺到快跌停板下去對不對 你看3665的F冒連 也是殺到快跌停板下去 所以談到整個 車用的股票部分 我個人看法是說 短期間 他還要再做一個震盪整理 包含在之前 我們帶領超過的這些儀特 對不對 包含在整個進棚 你看我們都已經獲利調節掉了 不連我們賣掉之後 都已經下來做一個震盪整理 所以以核大而言 或許短線會有反彈 但是我個人看法 他可能都要跌到季線 甚至到半年線之間 所以如果有核大 有冒年投資朋友 下個禮拜反彈 你應該是先站在賣方操作 至少先賣 當然這種股票 我不一定是一定要空 我空一定是空 當個財報不好的弱勢股 但是一定還會再下來做整理 所以針對在整個車店股裡面 來這支股票 側跌的愛給特別的你 我認為他短期間還要在這個區間 聽清楚 看清楚 我覺得他短期間還要在這個區間 震盪整理 整理完 買點到了 我自然會通知你 趕快再做下去做買進的動作 至於我們之前的說話小肩變得融化 來 這檔股票 我們今天也做獲利調節一半的動作 另一半我們只要試好 停水停利一點就好 所以如果在各國操作 你想跟著我們做多少數獲利成長股的 放空財報不好的股票投資 520真心相伴這個活動 歡迎你可以跟我們線上訪聯絡 好不好 謝謝